开发行为一定多少对环境会有所影响 所以那个政府为了在开发行为对环境影响之间 它取得一个标准就是依照我们环境 它有定义一个环境影响评估法 那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第五条呢 它有对各种的开发行为的轻易度 不同的程度 它有做不同的项目设定 它一共有11项 然后还有第11项是其他经政府公告 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些开发行为 然后对于这些开发行为 它在哪一些地方开发 那开发面积多少 需要做才需要做环品 或是它什么样的行为 才是符合这些这些项目开发的定义呢 它要授权主管机关去做了一个标准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开发行为环境影响评估 性目及范围的认定标准 那所以说呢 这个案子要不要进入所谓的环境影响评估 基本上如果在法律层面的话 其实政府方面 理法机关 它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认定 就是说我们这个开发行为 要来看这个标准 是不是符合 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的这个项目 那依照开发行为 这个认定标准呢 它有非常多种的 区域的开发 工业的开发 商业的开发 原则上就是尊重 那个开发行为对这个环境影响 比如说我们会知道说工厂的开发 一定比住宅区的开发 它的对环境影响的程度会比较多 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它的环境影响评估的实施的 要求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这个行为 我们现在这个开发行为 是不是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当然就是需要试它的开发行为 强度对环境影响的一个 是不是重大来去做区别 那因为我们今天宋审的那个开发案呢 主要就是一个文教及福利涉业事业 那其实在开发影响 这个标准里面的第28条 它已经明定了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文教区的开发的话 那怎么样位于哪个地区 或是位于都市区 或是非都市区 位于山坡地区 或是怎么样的不同的开发地区 它会认定 它就做了一个 是不是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个标准 那依照那个28台的规定 我们目前因为我们开发的面积 是少于5公顷的 所以依照法律规定 上面是不用强制做环境影响评估的 当然是说各位军民是希望说 实际这边可以做一个 比较高标准的一个要求 但是依照立法层次的部分呢 其实把立法机关也认定说 这样的一个文教开发行为 如果在5公顷以下的开发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的 然后再来就是对于 各位对于那个都市计划变更 27条那个部分的疑虑 那其实27条的它定例的标准 就是在于说 一个政府发布了一个都市计划案之后 除了一个5年的通盘检讨之外 它如果说对于 都市计划在通盘检讨之前 它有因地质疑的需求的时候 它可以做一个个别性的 一个都市计划案的变更 那它明列了四项 是像它那个可以额外做事实性的变更的标准 第二项其实就属于是那种 所谓重大事变 就是基于公益的需求 然后第三项就是 所谓的国防及经济发展 第四项也就是所谓的 为了配合政府经建重大工程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它四项的 那个规定来看的话 其实就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个是基于公益 另外一个就是基于 经济跟国防的需求的发展 那其实我们慈激这次 慈激经济这次 针对这个开发案 它其实也是属于符合 内容上面是 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发展 也是属于公益上面的需求 所以就政府 是不是符合27号这个规定的话 我想那个是政府的法规单位 是不是会有一个明确的认定 但我是说基于立法的立场 其实它是符合27条的立法政策 可以作为个别变更的一个范围之内 我想说 只有法条说我们就说就到这了 谢谢 谢谢 谢谢